搭乘跨海纜车望向美丽的海岸线 有民众满心期待 想乘千名廉价 全家同游越南富国岛 没想到护照被旅行社搞丢 根本去不成 朱小姐抱怨她付了15万 帮一家四口报名旅行社五日游 因为要从高雄出发 6号就把护照寄给旅行社 30号上午还跟业务确认过 护照是否准备好 对方还要她放心 证件引在高雄 没想到出发当天护照不见 他们只能眼睁睁 看着其他团员出发 被丢爆在机场 原来是作业上有疏失 22号就应该把护照寄出 内部人员却拖到31号 一开始还叫对方不要报警 因为护照不可能弄不见 让当事人相当傻眼 不只直接丢包在机场 也没搞定住宿 事后旅行社才允诺全额退费 并赔偿一倍费用 总共退还三十多万 我们正常来讲是会在帮客人去处理他们的住宿或交通问题 那可能是因为在连假上的时间上联络的问题 导致这一次的这个部分的疏失 所以后续我们也是在跟客人了解这部分的损失 旅行社强调如果民众还有其他损失都能提出 毕竟旅行社出了包 影响民众心情得负起责任 华氏新闻学家流最难台北采访报导 哈喽大家好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喔